新北市怎麼會這麼精采 新北市 這幾個都有共同特色 你剛才講的這三流 我們要把它剷除 好險我們現在民進黨 推出絕地武士 絕地 這個為什麼講地 剛剛講這三位人兄 其實他們都跟土地的利益有關係 那很特別的事情是 現在在選立委 大家當然會檢視說 你是挑戰者或現在立委 你平常的作為 到底是在幫忙百姓 還是是娛樂鄉民 首先第一流 大家講廖先祥 以爸爸的夢想為名 來包裝的廖先祥 其實他是我議會的同事 但是我們會想說 你現在自己是新北市議員 你過去這幾年 你的爸爸當議員 你當議員 你們在地方做了什麼事 簡單來講 現在被揭露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 八百坪的一個占用國有地 然後包含水保區 以及相關的違建 過去說 新北市不是說 哇 都沒有檢舉 就這麼剛好 你家都沒有檢舉 然後附近的一堆農舍 都被檢舉 都被拆掉了 因為我們知道新北市政府 在2009年之後 所謂的違建是急爆急拆 一個這麼大的莊園 可以沒有門牌 有電 有水 沒檢舉 很特別 所以大家當然會覺得說 是不是背後 無論是包庇 還是因為受於議員的壓力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接點被爆出來的是 你們的停車場也太離譜了吧 一個 傑東路的停車場以外 還爆出了新台五路的停車場 這個呢 是 其中一個停車場 我特別要講 瞎的地方在哪裡 是 你怎麼會這樣子當議員 當到那個在違規的停車場上面 所留的電話 直接留你家服務處 我跟你講 這真的太瞎了 大家想像一個畫面好不好 為這個違規的停車場 過去幾年 說也沒有人檢舉 新北市怎麼說 也沒有知道這樣相關的情形 我問一個狀況就好 今天新北市交通局的人 看到這個停車場 怪怪的 怎麼沒有申請 上面有一支電話 打電話去 喂 廖憲祥服務處你好 嚇到直接掛掉 會不會有這種情形 今天你在違規 占用國有地的停車場上面 留的電話號碼 就留你議員的服務處 有這種事 我還退一萬步講啊 今天你接電話 是不是公費助理 這有沒有公費助理 違法兼職的問題 我們每個月 市政府 市議會 還補助議員 兩萬塊的辦公事務費 就是你的辦公室的租金啦 你市府 市議會 補助了你相關的這個租金 你是拿來搞這個停車場 接現身 結果後來啊 被爆出來之後呢 這整件事情 廖憲祥父親啊 對外就是講說說 我們是解決 當地居民的停車問題 我認為是叫苦民所苦啦 上連叫苦民所苦 下連叫清占國土 苦民所苦 清占國土嘛 就是變這樣子 第二個我要講 張志倫的事情也很 也很瞎 等一下也許亮君有照片啊什麼 你搞到你是籃球的 那個委員會的主委 你辦嘉年華會 結果直接那個宣傳的旗幟 很帥喔 然後主委張志倫 這沒有行政不中立的問題嗎 綜合的體育嘉年華會 變成是你的造勢活動嗎 他說真的 他的父親就張慶忠嘛 所以這都是一代傳一代的 廖憲祥的爸爸傳到他 然後我們看到張慶忠 就是之前講的半分鐘嘛 傳到變成是現在那個張志倫 要選立委 吳征喔 質疑說張志倫是最有錢的明代 跟張慶忠 我不知道是不是最有錢 但是我可以確定是 他絕對比吳征有錢很多很多 這個我也知道 確定好 這個確定 所以我覺得接下去 因為這一選舉中和很特別 中和本來是江永昌 那現在由吳征來交棒 那你看到最近喔 張志倫跟張慶忠之前都沒有出來 回應沒有出來工坊 喔 現在這樣跳出來喔 氣噗噗的 說要告 這一區的選情 確實也現在非常緊繃 這是第二流 第三流 我剛還沒講到張慶忠被指控 奪走五億的主產地啊 被裁罰 造業啊 這些問題我都不講 也不講張慶忠的太太 陳鼎靜議員啊 涉嫌裝腳社會啦 脫 也不講張慶忠的兒子張志倫 年紀輕輕 可以當五家公司的監察人 財產申報有49比房地產 這些事情我們都不去細談 但是你要討論的是 這樣一個家族 居然可以佔據 一個中和地區的政壇 這麼久這麼久 然後現在又直接可以交棒